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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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進講的 找來Hibi 繼續Hibi 我們一起三個人 去講現在 趁熱度的法哥 周潤發 周潤發似乎 除了《回語的故事》 《秋天的童話》有提過周潤發 沒有認真和大家 塑造周潤發的History 上一集 哭的一定要解 不可以引人進來就不講 標題黨 上一集就講到 我們特地不講 香港 全盛時期 發哥 周潤發時代 電視時代 我們會講的 先講他在荷里活 一般 不可以說他不成功 不可以說他失敗 也不算很成功 不如意 回來 華人市場 就拍 臥虎藏龍很成功 奧斯卡 李安 李武伯 在竹林飛來飛去 然後 原本以為他會拍赤壁 因為我們要知道 法哥去荷里活 誰穿針引線 真的不知道 法哥去荷里活 是因為張家鎮的穿針引線 包括吳宇森去荷里活 也是張家鎮 穿針引線 我曾經說過 我和張家鎮曾經是同事 由麥當雄時代 他陪麥當雄去康城看片 因為他在美國回來 英文響響響 眼界很廣闊 他現在也是 No.1的producer 所以他在荷里活鋪橋 踏路 吳宇森在新藝城拍完 那些英雄片 《勒手神探》 應該是 《勒手神探》 然後他去那邊 拍了Face Off 後來拍了 《Mission Impossible》 最新的一集又來了 《不可能任務》 這集他拍的? 吳宇森曾經拍過《不可能任務》 這一集 吳宇森已經不能拍了 張家鎮帶了吳宇森過去 接著禮手 因為他離開之前 周潤發是在1995年拍完《和平飯店》之後 就去美國了 《和平飯店》是誰的導演? 我不會回答 我不會回答 《和平飯店》 大家記得在地平線 周潤發是光頭出場的 我們除了後來 《國王與我》的光頭 前面我們有沒有看過周潤發光頭? 沒有的 我可以告訴你 半江 你拍《我虎藏龍》 今天就是半江 是2000年 《和平飯店》 《和平飯店》是韋家輝做導演的 韋家輝還故意說 我要搞到和別人不同 他後來都說抱歉 為了自己的滿足 他的創作欲 與別不同 將法哥 剃光頭 《和平飯店》是儲了一班 三三五惡的罪犯 我拍完這部電影 就去美國 就是Teris鋪橋搭路 拍完《臥虎藏龍》回來 赤壁 如你所說 吳宇森、張家鎮 還不是自己的班底 但是那時候 因為在荷里活 發嫂作為經理人 作為她的老婆 全部請求 荷里活一線明星的條件 所有配套 頭等機票套訪 你所說 是合理的 據我和Teris討論 後來不成事 應該是 不是很多人說過 是因為其中的合約 有一條是 開鏡前 錢要全都給 你知道拍一部電影這麼大 是要融資 大家分其道 開鏡前要全都給 那些東西 無論如何都過不了 荷里活公司也好 這邊公司也好 萬一有什麼意外又如何 因為沒有保證 所以這是最關鍵 談不成 為何會有這個操作呢? 因為是荷里活的一線明星 等於我後來聽到 恩子丹去拍《畫皮》 第一部 為何陳家上會接手《畫皮》 原本是另一個導演 搞不定 但寧夏製片廠說 一定要開 為何恩子丹的合約是 開都要給片集 這個就是荷里活的合約 當時是否 沒辦法談到 究竟是否 發掃堅持到 一定要這樣 我才願意來 我覺得聰明的男人 一定是企學一步的 所以 發掃應該不是牽涉到這件事 是他們經理人公司或團隊 所以很遺憾這件事 最終沒有成事 同樣是荷里活的合約 到好紙好像好些 到滿城盡大黃金甲的時候 又來了 因為當然是A級明星的配套 滿城盡大黃金甲 就是張藝謀導演 當時拍檔製片人張偉平 跟他合作十面埋伏 《金鈴十三差》 《小瀋陽》的喜劇 是一堆戲 當時雙張 張偉平和張藝謀 好像很老是出雙入對 但後來都分手了 拍《滿城盡大黃金甲》 據說 因為張藝謀和拱利分手 另外那張也做了很多動作 所以當拍《滿城盡大黃金甲》 因為那幾年張藝謀的電影 全部都被困困聲 張偉平和大制片人很霸道 他跟於東博立罵過交部 當年對雙城說 你們的戲只准排我 不准排別的戲 我寫文章 十面埋伏的時候 我當時在《南方都市部》寫文章 我寫文章說 如果有本事在擂台上 兩個人在一起打 你打贏 你會霸佔了擂台 你打你當然會贏 他還要去投訴那篇文章 所以我跟他沒有交往 沒有朋友 我現在都退出電影界 滿城盡大黃金甲 很多錢 大家都記得這個片頭 那些工女的胸都凸出來了 真是聲色娛樂 他們找周潤發做皇帝 拱麗做母后 劉業和周杰倫做兩個兒子 程小冬動作指導 去談拱麗的時候 據說拱麗有一個條件 都分手了 好像已經嫁了人 因為他一定是感恩於張藝謀 以前是一起過 因為張藝謀找他拍攝 捧紅他 所以是洪高良 令到他改變命運 拱麗有一個條件 我來拍這個電影 但我不要在拍戲片場 任何地方見到另外一個姓張 另外一個姓張 當然不是導演張藝謀 我一直說 而法哥的合約 就是 如果去過北京都知道 在友誼相當 長安大街二環路邊 即是長庫宮對面 有個超五星酒店 是最豪的了 法嫂代替法哥的經理人 去談合約 就要包起聖瑞士的兩層 哇 兩層 不是兩間房 兩層 因為我怕粉絲騷擾法哥 另外一層 據說 因為法哥喜歡看書 所以這層是圖書館 法哥看書 法哥看書 人家經理人看書 這樣說 然後 片酬 計算中數 就是由離開酒店 開始計算了 因為我們通常被通告 他們覺得來到片酬 便要付 一離開便要起飆 長安大街到北影 一塞車 PK 一塞兩個小時 便是錢 照計 當然片酬亦是天價 所以這個令到製片人發瘋 相對周杰倫是好搞很多 這套戲是法哥 在銀幕上的演技 當然是法哥 沒有問題 但是這幾套戲之後 法哥一直找不到對的劇本 直至禎哥生氣他拍大上海 大上海是吃什麼呢 是上海灘許文強 加杜月生30年代上海灘 誰知道遇到王寶強和徐曾太腫 輸了 輸了九條街 於是後面有倒城風雲 因為大陸我上海了二十幾三十年 我這些都不是道聽途說的 我真的聽回來的 當事人說出來的 對,我相信這些資料 不知道有些... 誰以來控制你 這類資料 沒有人以來控制到你 因為我兜口兜面 是文進說的 那是不可以亂作的 當然,我和張家鎮在北京聊天時,都是有點軟識 原本應該是一個團隊,但有程度的合作都無疾而終 近二十年有沒有見過張家鎮、吳宇森、周潤發? 沒有了,這個組合沒有了 但這個組合是由新藝成英雄本色到美國之前都是最厲害的鐵三角 人生事業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沒得說 法哥一定不會強求,看了訪問說天會安排 因為法哥是一個EQ又高,而且我覺得他是人版 他的親民,我經常在Facebook看到一些心靈雞湯的語錄 但我不是他所說的 我就是奇怪 法哥應該是很nice,但應該是美國智慧去創作心靈雞湯的對白吧? 我想又是網民自己左撿右度 你也會有的,你也會有的,你稍後拍照我幫你寫幾句 好了,我們說了他在荷里活到別賽叫賭神 別賽叫賭神,我希望不是法哥電影生涯的句號 希望他仍然找到好題材,也請得起他 然後繼續給我們 因為羅伯迪尼路 羅伯迪尼路的新戲也是講展法的 和法哥的教父母限期 好像叫做羅伯迪尼路,80多歲 如果你願意拍戲,可以拍多20年 我們期待 當然不同年紀有不同的戲 其妊衣時活都仍是 福伯 我們上兩集說,福伯80歲都會變臉就可以了 我們再講細說重頭 Hebe在80年代中接觸法哥 我未出生 我看80年代中的電影 W,你對周潤發的名字 對他的形象是何時開始的呢 一定是電視黃金歲月 70年代狂潮 我補充一下 後來發覺原來更早一點 更早一點就是民間傳奇 當家丁 當家丁,當兵 站在後面拿著一支冠 當時看到那個就是法哥 當然他紅起來就是狂潮 連串的電視劇都是他做主角 所以我自己在Facebook有寫 看到都姐訪問他 終於讓我等到他們兩個重逢 因為這個感覺很強烈 現在是Cp 韓劇的Cp 你為何會見到他做家丁呢 因為周潤發是在南丫島 她姐姐叫周聰寧 這個名字比較正常 你想想 因為以前的藝人不改藝名 由阿潤又阿發 是否很鄉下的 很南丫島 這個名字很南丫島 當然我們經過長沙灣有一個潤發倉 大陸有潤發洗頭水 趁熱度 但因為周潤發是參加了TVB的藝人訓練班 那些同學有些是林檸東、杜奇峰、賴水清等 那些是我的訓練班 所以訓練班你還未畢業就當然去做家丁 周星馳也做過 政府做過家丁、Kennet Fair 當然 我最記得當時我讀中學 有一天星期一回到學校 那些女生就說 有沒有看電視 嘩!那條仔很棒 應該是TVB的某一個星期六或星期日 也不是幻海奇城 總之是一小時的劇 那是周潤發第一次做時裝 那些女生跟我每個人都說很棒 那時候家裏有電視都未輪到我看 因為我家裏有電視 但這對周潤發有個印象 當然好像你說的狂潮 因為狂潮 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 午夜情 再加幾條外國的書 一條橋出來 狂潮裏有石堅 有迪波拉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一張照片 是法哥抱著謝霆鋒 法哥抱著BB的照片有兩個 一個抱著范少王 一個抱著謝霆鋒 八度Google一定找到 那時候他媽媽和周潤發做一對手戲 最後那一槍 有朋友說 還記得周潤發彈 但這些對於Hebe的未看都未看過 電視真的對我來說 有百多集 但那個年代沒有別的娛樂 八度周潤又沒有iPad又沒有手機 不看電視做甚麼 因為你年輕人沒有經過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是電視送飯年代 大家放了工、放了學、回家 唯有飯桌就是看著電視 你住屋邨是整條航行 只有一個聲音 就是鄭少秋去唱 誓要去入刀山 大結局的全部不出街 看電視 當然一些電視台的高層都流口水 如果穿越回那個年代就發 其實剛才說的 都姐 都姐在法仔拍狂潮的時候 都還未加入TVB 都姐是在街市出來的 名流情史 那些 是他和法哥的第一個CP 是來自網中人 後來有些親情 好了 那個年代 周潤發當然微博收入 已經開展在70年代尾 我這個人做功課 應該是75年 他受了名氣 已經有電影公司找他拍電影 那間電影公司叫協理 即是不見協 起碼拍了五、六部片 那些片 你是資深影迷 你都未聽過 《投胎人》 《新蘇小妹》 《三蘭新郎》 我有聽過這部片 《愛玉狂潮》 《露家邪牌》《孤爺仔》 最有名的這部片 另外一部叫《慈女》 《慈女》也很有名 這部片 全部都是協理出品 周潤發因為協理 簽了一堆片藥 所以一定 我相信那時候的片酬 都是幾皮 幾皮而已 那時候剛剛才 就被迫著 什麼都要拍 你想想訓練班出來 TVB當年會不會給幾萬元 他一定沒有 不要說八塊水 最初五塊 八塊水 所以有些電影 哪怕一萬兩萬都要拍 但這些電影全部都是屬於 七十年代粵語片 因為七十年代已經是家和肇事壟斷 未有新藝城 因為那些獨立製片 七八年才有新浪潮 之前就是 因為電視台 於是乎有些 大香李出寫 阿燦 數街謀 即是電視影響的獨立製片 所以法哥在那一年代就拍了一堆港產片 他真正令到七八年的新浪潮導演 因為他在電視台 當然N、徐克、余韻礦 都有找到派 當然都知道是一個有正、演技又好 即是品性又好、專業的人 所以當一批新浪潮導演出去自立門戶 拍到真正的電影的時候 就打去主意了 第一個打去主意是余韻礦 有一個叫C-Bar 應該有YouTube找到 C-Bar有貼賣過的 我記得我也買過 但最重要的一部電影 其實就是N找他拍《和穴的故事》 這部電影甚至乎拿獎 但我曾經說過我和王太樂 我們拍《獵頭》 那時是7980年 那時應該他離開了協理 據說他離開協理 還是打過官司 有些協理不放他走 後來又要賠多少錢 我真的要看舊的雜誌才找到 我就不求證 但很多新浪潮導演找他拍戲的時候 他不是每個戲都中 但有一批人 等於關錦鵬、歐丁平、許安華 那些人特別喜歡用他 那時吳宇森還未出現 因為吳宇森還在嘉禍拍攝 他入了新藝城 然後被調去台灣 去台灣三年 等了三年回來才有英雄本色 那時候導演找他 另一部比較重要的戲 就是《等待黎明》 《等待黎明》是周潤發、葉童和萬子梁 梁浦志導演 還有一些《花城》、《地下情》、《女引心》 但還未是票房保證 這些戲有些是文藝片 甚至乎嘉禍也有拍《奇緣》、《小生夢驚雲》 那時還未是簽死一間公司 所以什麼公司獨立製片 鄧光榮的戲也有《二丐雲天》 但也不是以他做賣點 直至1986年《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就搞定了 好了 《英雄本色》搞定之後 問題就來了 全世界都來唱法歌 根據紀錄在88、89年 那幾年 86年紅了之後 87、88、89年 那幾年是拍了幾十部戲 很多戲 只是不能休息 我們聽張遠廷說過 他找法哥去拍《秋天童》 是之前預訂的 他要開鏡的時候 《英雄本色》已經噴噴噴聲 他還怕法哥不肯去 結果法哥是首承諾去了紐約 拍了去美國 拍了《秋天童話》才回來 如果周星馳很紅的時候 他找了三間公司簽了 一個是TVB和邵氏 一個是永勝 永勝、邵氏、TVB 你們這些人要你拿人 如果是同幾個機構 法哥簽了給《新藝城》 所以在《英雄本色》之後 應該是87年簽了《新藝城》之後 他那幾年 除了再放人 因為《賭神》好像是89年 《賭神》第二站是94年 這些都是永勝來借人 你都要去 例如麥當雄拍《公子嬌》 那些都借到人 但保護著法哥就是他簽死了給《新藝城》 你出去拍電影,那怎麼辦呢? 劉德華試過刷刑被雪藏 周潤發也曾經有人做他的智囊 教他如何對付TVB 這就是誰又留一個哭 下集說 真的很好聽